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摩甲身高180公分 就頭頂到腳底是180公分 然後眼高170公分 眼睛到達地面是170公分 摩椅的話 他身高是160 然後眼高是152 那兩人同時立於一個平面鏡前 平面鏡前的話 應該是要兩個人在這邊才對 不過的話 不過我們就往這邊看好了 那現在他說 那麼 同時立於一個平面鏡的前面 假設平面鏡在這裡 如果兩人皆想見到自己全身的像 則一 進場至少要多少公分 首先我們看看 我們考慮假 假的話 你要看到全身的話 你在進場的話 要多少呢 要這個 180的一半 要90公分 那個90公分的話 必須放在哪裡 必須放在這裡 這個是鏡子 那這個眼膏 這是眼睛 到達頭頂的這個 中線 這個的話 鏡子 至少要在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眼睛 這樣看過去 可以看到頭頂 剛好看到頭頂 所以這個鏡子的最高點 至少 至少要在 眼睛跟頭頂的中間這裡 然後他眼睛的話 往下看 然後要看到什麼 看到腳底 看到腳底的話 現在的話 就 就從這裡算起 從這裡算起來 從這裡算起的話 這裡多少呢 這裡是 一百七 這裡是十公分嘛 所以這裡五公分 那這裡的話 這裡是一百七十 他一百七十往下看 要看到這裡 也就從這裡算起的話 要多少呢 就是 一百七十 除以二 二八十六 二五得十 這個 要從這裡往下延伸多少呢 八十五公分 所以從上面 這樣看下來 入射腳底環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光 從這裡這樣射過去 剛好能夠到達他的眼睛 到達他的眼睛 也就是說 這個什麼呢 這個高度的話 鏡子這裡的高度 至少 至少要是一百七十一半 也就是說這一部分 是等於八射 剛剛這裡是 看上去嘛 或者是說頭頂的光 這樣射過來 然後反射以後 進入他眼睛 這個的話呢 要等到 等於是這一半 這裡是十公分啦 所以這裡是五公分 所以這樣加起來的話 多少呢 加起來就是九十 九十就是一百八十一半 就是說 從眼睛這樣算起來 這裡的一百七十一半 加上上面 十公分的一半 就是等於一百八十一半 所以是九十公分 也就是說 這個鏡子 至少是那個九十公分 就能夠看到什麼 甲 就能夠看到 他自己的全身的像 再我們看看 這個 魚的話 魚的話他的鏡子 至少要多少呢 至少的話 眼睛的話呢 就是在這裡 他說的話 這個是 這個什麼 這個是一百八 一百五十二嘛 從眼高是一百五十二嘛 所以眼睛到頭頂的話 他是多少呢 他是幾公分呢 他是一百六十 減掉八 減掉一百十二 所以是八公分 八公分的話 所以 他必須什麼呢 必須是 從眼睛往上算 四公分啦 從眼睛往上算的話 四公分 這樣子的話 他這個眼睛往上看 就可以看到頭頂 這裡是四公分啦 然後的話 從這裡的話 這個是眼睛的這個高度 他往下看的話 往下看的話 要能夠看到腳底 這個是 這高是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二除以二多少 一百五十二 我們除以二 二七十四 十二 二六十二 所以是七十六公分 往下算 要七十六公分啦 所以他往下看 能夠看到呢 這個腳底 所以這個 這個要落到他呢 要到那個七十六公分啦 所以整個的話 要八十公分啦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你要把這兩個鏡子 合併成一個鏡子 不過我們記住 就是說 這個鏡子的話 他往前移跟往右 就往前跟往後移的話 他這個眼睛都能夠看到什麼呢 看到他的那個 全身的像 我就是說 你這裡 這個東西 往後移的話 他路射角還是朋友 他路射角還是朋友 盤射角 就要你往前跟往後移的話 他都能夠看到 全身的像 所以的話 那我這兩個鏡子 要把它合併成一個鏡子 讓他能夠完全看到 全身像 也讓他能夠完全看到 全身像 我可以把這個鏡子 往前移嗎 往前移的話呢 就合併了 合併以後的話 這個的話就是76 76的話 如果是往前移的話 他就是 路射角平環射角 也是一樣路射角平環射角 這裡也是路射角平環射角 好那這樣子的話 所以這整個的鏡子 最後這個合併的鏡子 他的高度是多少 這裡76了 這裡也是76 這裡也是76 就是152的一半 這裡是76 76 所以的話 首先 第二小題是76 就是這個底部 這鏡子的底部 到達地面 是76 這鏡子的 它的那個 它的長度 等於多少 鏡子的長度的話 這兩個合併嘛 就是說 它的底端 到達 這個 鏡子的底部 這是76 然後呢 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頂端 到達 甲的這個 頭部 是多少呢 是5公分 這裡是5公分 為什麼 因為這10公分 這裡半 這是5公分 所以的話 你就整個什麼呢 整個180 整個180 扣掉上面的5公分 扣掉下面的76公分 就是鏡子的長度 就是180 你給它扣掉多少 76加上5 11 81 扣掉81 這是9 所以是99公分 鏡子的長度 是99公分 鏡子的底端 距離地面的話 最低是多少 最低是76公分